巴德区新人里为了推广艺文活动 特别于去年8月成立奥尔艺文协会 立帐检疫方表示 希望可以号召更多年轻人加入 一起为社区注入更多活力 因此当初就连协会的命名都费了一番功夫 光是这个名称呢 其实我们真的就想了很久 一开始呢 就想了一些很有气质的一些名字 那后来呢 我们觉得说用奥尔 其实它是一个翻译的一个名称 奥尔就是猫头鹰 那么我个人呢 一直也很喜欢猫头鹰 那猫头鹰它象征的就是智慧 那么我们希望说 借由读书或者是说艺文的活动呢 来开启更多人的一些 文艺上的一些智慧 因为协会名称 取用猫头鹰英文的谐音 因此里长在艺文活动的安排上 也与猫头鹰相关 虽然协会只成立一年 但是里长希望能够推动读书会 让新能力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发展社区 那未来呢 我们希望说规划一个读书会 让喜欢看书 喜欢读书的好朋友呢 一起来做分享 那读书的方向呢 我们希望说是自己喜好的书类啦 像散文啦 还有一些历史啦 那让大家一起呢 坐下来呢 好好的静下来 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们规划 大概两个礼拜呢 然后来做分享 随着时代变迁 社区营造的议题 逐渐受到重视 除了关怀据点 环保志工 这些较常见的团体外 里长希望导路 艺文的能量 让社区的发展 可以越来越多元化 记者游家瑜桃源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